例如大火焚烧 钢材在火光之中淬炼制造 但在中国的钢铁企业 如今却较苦连天 就是因为在中国防市低迷之下 为了抢夺市战 企业纷纷砍价至少三成来抢单 但内需萎靡不振 导致严重亏损 其中安钢光是上半年就亏损了120亿元 安阳、马钢等钢铁企业也乌云笼罩 不只外销企业 中国经济低迷连民众都很有感 应该说今年的整体状况 企业啊包括个人 可能都是很受压力 甚至可能大家会感觉 比过去三年疫情期间的状况 还要更有压力感 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所以它现在阶段性的出现一些停滞 甚至是下行这种波动 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 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了百分之五点零 虽然二季度低于预期 只增长了百分之四点七 不只GDP惨淡 中国政府更是债台高竹 光是地方政府引信债就高达三百五十八兆 其中竟然还有二十六兆的债务 中国房市稍费低迷 又债台高竹内忧外患夹击 从企业到人民全都难逃经济噩梦 三十院陈世宠的父子综合报道